蘿蔔糕 什麼?為什麼蘿蔔糕是紅色的? 不是用了紅蘿蔔來做的嗎? 看清楚一點 原來這個紅色蘿蔔糕 裡面竟然沒有蘿蔔 而是用了紅菜頭代替蘿蔔 但質感和普通的蘿蔔糕有幾似 只是蘿蔔可能有少少結味 紅菜頭甜點 但紅菜頭有一個很天然紅色的顏色 就覺得很適合新年 所以就去年開始做了紅菜頭蘿蔔糕 去年第一年開賣 限量100個 但不用一兩個星期就已經賣完 打算臨時加單 做多幾個不要令客人失望 結果就搞到自己手忙腳亂 因為我們手工做 我們的同事可能只做到這麼多 但今年其實我們加大做 因為我們一說100個的時候 我自己媽媽都買了100個 他就買給伯母 所以我們今年就有500個 買了回家的紅菜頭蘿蔔糕 放入雪櫃裡最多只可以保存7天 因為這個糕沒有下防腐劑 而且更加是每天接到訂單之後 用新鮮材料即日做的 如果真的買不到也不用失望 因為今年店內堂食都有這個菜式 煎香紅菜頭蘿蔔糕之後 配上柚子辣醬 紫蘇葉沙律 和阿拉斯加長腳蟹肉 蟹肉本身和紅菜頭的味道已經很配 而且除了冬菇、瑤柱、蝦米、臘腸粒之外 蘿蔔糕裡面還加入了柚子 真是多吃幾個都不太太 謝謝大家